Hello 大家好 我是Howard 第一期消费劝大家洗完没呢? 洗完也不要紧 还有第二期 今天就要测试一部一期消费劝都不用 还有1000元找的 卖3998元的Samsung A53 5G 一部实用型的中价5G机 其实近年Samsung的A系列都挺受欢迎的 还越出越多款 想出新机的话就记得看下去 Samsung A53 5G外观的设计 我就觉得是比较平实的 它的边框和机背其实都是用了胶 边框就是有一点抛光的设计 我觉得手感是不错的 有点绝手 那就没那么容易滑 机背就有一点尴尬 它是一种磨砂得来又有点亮面的那种 很容易粘着紫纹 那就弄到它好像很骯髒 还有有点黏价感出来了 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选黑色机款 因为今次黑色机款的紫纹会特别明显 如果同样是讲黑色塑胶的磨砂机背的话 我就觉得S21 FE的处理是会好过今次A53的 A53除了黑色之外 还有白色、天空蓝、蜜桃粉这些比较年轻一点的配色 就相对没有这只黑色那么容易突出紫纹 可能选几款会好一点的 它的屏幕就用了Gerrilla Glass 5 还有它的底部这条黑边是会稍微粗一点的 前置CAM就是一个打洞的设计 A53就用了一个萤幕指纹解锁 解锁的速度都不错的 不过它的摆位就有点偏下了 要到这个位置 A53就是一块Super AMOLED Full HD Plus 的屏幕 最高是支援到120Hz的Refresh Rate 在YouTube App 里面A53最多就可以开到1080p 60fps 我也试过在Netflix上看这个Wed Notice 虽然它Dolby Atmos和Dolby Vision 都是在这部机上点不到灯 但是始终它是用了Super AMOLED的屏幕 所以A53它都可以营造到一个高对比的观感给大家 再加上它本身都是偏向鲜艳的调色 所以在看片时的体验是真的挺好的 因为A53它最高的亮度就是去到800Nit 所以在看片时就做不到HDR片那种光满感 这个亮度其实在室内环境我都觉得是够用的 如果在一个太大的阳光之下的户外 就比较难看得清楚这个屏幕 另外就是A53就没有用到旗舰级的Panel 所以在一些正式画面比较多的场景时 屏幕看上去就有点像污租的感觉 不过在看片时是看不出的 说起观影 A53也有双喇叭的 我就在Netflix上试看 其实你会感觉到它正面 即是机顶这个位置 它的喇叭是会突出一点的 即是看片时就会感觉到 好像左边的声音会来你近一点 A53也有一个Dolby Atmos的模式 你开了之后 其实它左右声道的效果就会平衡 我就觉得它都做到一定的立体声效果 所以整部A53它整体的试听体验 我觉得是不错的 A53就搭载了6400万像素的主镜头 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 500万的微距和500万的景深镜头 就是一个后置四镜头的组合 主镜头物认是用了1200万像素的模式 在日光之下它的色彩表现都是鲜艳和讨好的 尤其是在蓝天万里无云那种情况之下 Samsung其实它就会拍得特别蓝 所以看来是挺讨好的 在1200万像素模式之下 它的画质都不错的 应该有的细节它都可以保留出来的 而开了6400万像素的模式之后 它的细节也都是明显增加了 不过它的动态范围就会降低了 对比之下1200万模式 反而可以保留到多些阴影位的细节 所以如果是一个很高反差的环境之下 都是建议大家用1200万像素的模式去拍的 超广角镜头的画质我都觉得不错的 主要就是在一些很边缘的位置 它的细节都会有少少的衰减 动态范围也会明显比主镜头低了一点 它的微距镜头就可以提高到相机的可换性 不过它就只有500万像素而已 就真的有些遗憾的 感觉就不如取消了个景深和微距 换一个长焦镜头给我是会更加实用的 因为现在A53的两倍变焦 它是要靠主镜头去crop的 不过因为它主镜头就有6400万像素 所以crop完之后画质也不差 A53在香港只有一个版本 就是8GB RAM加256GB的充电 就用了Samsung Exynos的1280处理器 在Geekbench 5的单核心跑分就有742分 多核心就有1926分 其实这个得分都跟高通Snapdragon 7系的处理器相近 都是一个中阶的处理器常见的分数 在使用上其实在录网页 看影片那些都是非常流畅的 我都试玩过Code of Duty和PUBG 都没有特别会叻焦镜头的感觉 不过在拍照的时候 它处理的速度始终就没有旗舰处理器那么爽快了 新机就搭载了5000mAh的电池 我就用了PCMark来做这个电量测试 100%的电量开始 20%的电量完结 耗时就是12个钟21分钟 其实如果你是很重用的话 那它一天是完全没问题的 另外A53它就是用最新的Android 12和One UI 4.1 那现在其实Samsung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更新承诺 就是A53它是支援四代的One UI和Android操作系统的升级的 还有也有五年的安全性更新 那就是大家买了之后就不会是孤儿仔 那就可以跟到未来几年的One UI和Android系统更新了的新功能 那所以这次Samsung这个做法是非常之好的 我觉得是加不少分给大家 A53亦都有一般旗舰级才会有的防护认证 就是IP67的防尘防水 即是它部机是可以浸入1米的水深 那当然我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但是有认证的话你用来就会更加放心的 Samsung A53 5G香港的售价就是3998 而年头推出的S21 FE 小铺都开始减了价 应该都会有不少人是糾结这两部机怎么选好 那耳机论机的话 其实S21 FE它的定位就是旗舰级然后低一点 所以它的屏幕和处理器各方面的用力都会比较好 而A53它的定位就是中价一些 自然就不会有太旗舰级的硬件 不过就这样看这部A53 5G 其实都是一部不错的中价机来的 有一个高刷新率的AMOLED螢幕 显示效果是有保证 还有它的电量亦都是足够长气的 简单来说 那你设计的话就买一部比较好一点 那设计有限的话 这部中价机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那大家又如何看这一部4,000元有找的中价5G机 Samsung A53 那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一起谈一下 那今次的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记得like、subscribe和按我的通知钟 那我们就下一条影片再见了 拜拜